- 去旅行很久了嗎? 偷走超商93萬現金 18歲高職生KTV開爬慶祝 前天新莊這位17歲超商店員 為了保護收銀機被搶北斷掌 北市證明18歲蘇信高職生 過年剛應徵上班才一個禮拜 昨天竟把超商現金搬光光 因為過年期間銀行沒開 超商把營收款鎖在店內保險櫃 他趁著上大夜班時 和朋友一起把店內存放的93萬現金 全部搬走 讓店內鬧空城 直到貨譽司機發現報警 警方先找到黃新共犯 在新店陽光運動公園找到證物 剛剛那個墨裡面是石頭 包石頭丟 我把他手放在那裡 這位堅守自盜的蘇信店員 今天凌晨在永和一間KDD落網 當時他正徹夜狂歡 要避避警方的查氣 所以就破壞了裡面監視器的主機 這個共犯大概分得20幾萬 另外他有一名友人 他也分得了10萬元的現金 這個書信的主機 就將這群人 帶往那個永和區的 一家KDD裡面去清光開發 90幾萬張款 他分給朋友 共犯 自己花用 只剩下50多萬 還找到瓦斯槍和KTAMI 警方將持續追查張款 及槍毒來源 突然中心跳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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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